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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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撿東西了啊 以薛要找我騎重機騎到花蓮 勢必要有一些好的裝備啊對不對 對不對 先挑安全帽 你好你好 哈囉哈囉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怎麼取安全帽 像這一排是我們家的立法 它的話對於女生而言 它會比較適合 因為它的帽子比較輕 對所以戴腳比較舒服 上次你有試過啊 有 它超包覆的耶 對啊對啊 而且它隔音效果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軟軟的也不會壓迫到那個不舒服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什麼推薦我們 以女生來說 像這點就蠻多人帶 再來的話也有像這種 桃紅色的 對對對 這絕對是 開了 去吧 安全帽 不好意思要跟你講個壞消息 那點要等到 怎麼知道發音的過分 那你有點騎騎車啊 你把整個人騎車 先後到八月了 那這頂有貨嗎 現在剛好這個還有剩 那就這頂囉 就決定是它了 等一下會稍微輕輕的壓一下 哎唷不舒服再跟我 所以你要壓穩好了 對會 然後我們就會把數據 輸入到日本提供給我們的資料鋪 然後由它去看說 哪邊需要做調整 稍微上來一點點 好 大概這位 反正之後幫我記住喔 你的鼻子跟前面接近快到皮 眉毛眉心這邊 大概會留一紫塊 一紫塊 對就不要把它拉超過眉毛一下 去吧 安全帽 然後等下再NG一次說 他會是沒貨囉 有啦有貨好不好 就是他了 陪我 徵產花蓮 GO 哈囉大家好 又是我 我們今天呢 來到了新店 但我們不是要去新店吃美食 我們要去 花蓮 因為呢有一群不怕死的勇士呢 約我跟他一起 騎重機到花蓮吃美食 我帶了大概一萬多塊 應該夠大家的餐費吧 我特別挑了一些 比較便宜的食物 欸我說真的 今天真的很難得耶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騎重機 到花蓮去耶 但是大家Don't worry好嗎 我們是有非常專業的人 就是陪同的 對不對阿Ben 很專業的吧 有 你很專業 你好高看喔 攜帶著我 你會覺得很緊張嗎 我覺得我今天是受害者 不是要 你受害者 What 你怎麼會受害者 因為這旅程即將要開始 有很多位置 好啦我們謝謝 先不訪問他囉 還有小三 另外一個受害者來了 我超開心的 哪有你 今天我不要跟李懿一組 欸Ben超開心跟我一起煮的好不好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還有一切 剛剛你在路上熄火了大概 大概三次四次 但是沒關係 這是合理的 合理吧 因為我們是要出去玩 我們本來就沒有在市區 你已經把今天會出錯的扣桃 全部用掉了 還沒了 對沒了 等一下不會 不會沒有 我太少了啦 不是 不會再犯錯了 因為接下來啊 都是山路 有些人會覺得 山路對新手來說是很危險 其實不會 因為山路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車 我覺得市區才危險 市區那大家趕上班比較危險 對 好啦 既然這樣我們要出發囉 好 GO 啊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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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段落了 安全抵達一欄 我是終於可以放心了 我必須說你們表現比我想像中好 對 其實它到後面下坡的那種 很順 因為我們不是用藍牙耳機會聽說 前面彎比較深 然後要減速 到後面發現其實我都在講廢話 因為你們都知道了 而且我們發現整趟其實最緊張的是小山 我們兩個感覺好像沒有後點緊張 等一下後面你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花蓮 那傳統大概就是梳花公路的 危險性比較高一點 對 可是現在有梳花改 它就是直線就是類似快速道路 那是梳花改啊 你都來到花蓮 你不用看一下美景 海景 因為今天天氣這麼好 可是我覺得剛剛龜山島那個很美耶 這樣可以說服我做出花的朋友 這台是我的車 對 大家有覺得我哪裡不一樣嗎 當然 我的擋停板 小山的禮物 對 然後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不能違規了 我們剛剛等一下也沒有違規啊 怎麼這樣啊 我們不方便掉出那些畫面 我們奉公守法好嗎 就是有自己的擋停板的感覺 好像這台車是屬於自己的 希望呢我把這個擋停板帶走的同時 Kawasaki也可以把這台車就是 直接讓我一定帶走 唉唷 好啦 回歸到我們等一下要走的路線 我覺得如果有了這個擋停板 我決定要走梳花改 因為 關聯性是 關聯性就是因為直線 你這樣騎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很順 那如果你是騎 舊梳花的話 又掛著這個有沒有 你要是 你騎著一步順 然後全世界都知道 吳宜萱 李懿 順 那我們到時候提早到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 非常chill的在休息 對 我們可以就是 等他們慢慢的從 舊梳花路過來 一路順到花蓮就好了 請問一下你們就一路直走 是怎麼樣可以走錯 我就請問 因為芙蓉飯店 有人導航芙蓉飯店 到了之後想說 怎麼是芙蓉飯店 怎麼是芙蓉飯店 我做個總結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後面有一段 是常識的一道 如果是 你的駕駛技術 就是已經有 基本水準的話 現在這個狀況 騎舊梳花比較好 因為根本沒有汽車 我們就是可以很放鬆的 騎到自己節奏走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趕時間 或是說真的遇到下雨 我覺得梳花改還不錯 舊梳花我覺得騎重機的話 或者就急車類騎的話 我會覺得相對來說 還蠻舒服的 因為你不用騎快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趕路 或是天后不是那麼好 或是跟這種旅男出來 一種蘇花改吧 而且蘇花改我必須說 它非常的寬闊 大家要多穿一點衣服 混冷 因為太寬闊了 太寬闊了 沒有這個屏幕 官員不是說會悶死 聽他亂講 其實那個講白一點 就是台灣有時候 在面對這種法規上的問題 包含電車 包含道路鬼板等等 官員也不知道該怎麼應變 反正這個我們自己知道就好 就像你們騎完 你不覺得長睡到沒問題嗎 沒問題啊 那你們先聊 其實我要完成這個挑戰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輾轉兩年 我只睡了一個小時 可是我覺得今天剛剛一路 我騎那個忍400啊 我自己覺得是很好操控 就是以我這麼新的新手 是 你看我剛剛過彎 睡 睡一個五六 睡嘛在那邊睡 睡一個五六七八 你知道 要多壓有多 要多辛苦 我以專業的角度來看 確實你今天表現的蠻好的 像應假400這種車 就像你剛剛說的 新手也可以完全的去操控它 對啊 而且你今天還沒有體驗到 它的所謂的高轉的部分 你說速度的部分嗎 對 就是它轉速拉很高 它那個速度爆發力 它也是有的 可是 那是你可能再更熟悉 我們再去嘗試的東西 對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來 對 那這台車它可以讓你玩一陣子 一陣子之後你想再升級 像我們騎的1900 1900RX 這台我也有 真的喔 所以我在賽道騎它非常好玩 好的 各位 我們已經到飯店了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 花蓮芙蓉飯店 現在就要展開我們的 花蓮美食之旅 有沒有看到 大隊人馬呢 已經在這邊等我們了 因為今天一整天呢 我幾乎都沒有吃 想說晚上有很多東西好吃 花蓮欸 我們好像第一次 踏足花蓮拍美食 害我有點興奮 原本呢有一個在地人 然後要來帶路 然後跟著我們一起吃 可是那個在地人呢 臨時有工作 所以到了屏東去了 於是乎 他列了一長串的清單給我 他就說我們第一家店 就是要吃這個 我累東山丫頭 我累東山丫頭 我們東山丫頭已經好了 而且有這麼多 五百七 是不是不算貴 五百七 他已經有打折了 因為他當認出小三 他說小三 種雞 種雞掛的 那明天讓他加入我們車隊 他說糖心蛋是必點的 因為其實東山丫頭他是炸過 所以炸過之後呢 蛋白會變得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他會跟裡面 糖心的部分 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對 因為糖心的部分 他就是非常軟黏 然後剛剛老闆還有推薦米鮮 小老闆推薦米鮮 小老闆推薦米鮮 喔 米鮮 怎麼是Q的 對 他米鮮有炸過 可是它是Q的 欸 米鮮我給100分 這兩個是必買的 米鮮我覺得很好吃 米鮮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米鮮是不是本身 就帶有一點微辣 一點點的嗎 一點點微辣 一點點微辣 食安危機 整體來說 它的東山丫頭口味 沒有到那麼的重 因為外面有一些 東山丫頭的醬汁 比較重 比較濃一點 有的很甜 甜的很甜 對 有些有點太甜 但我覺得他們家 我目前吃的就是蛋跟米鮮 並沒有到就是 口味到這麼的重點 老闆我每次都很好奇 沙威馬的肉是賣完就沒了嗎 對 我們在這邊 7點會再補助做 喔 那你們一天賣幾塊 這麼大的 大概兩塊 兩塊 好強喔 我朋友說這是 花蓮非常老字號的沙威馬 他說 口味很多種選擇 也是花蓮老字號唯一一間賣沙威馬的 所以 非常的期待 小三 我們三個都好了 來 我們是 原味美式培根 好香喔 我是原味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喔 超棒的 因為它烤得超級焦 你看這麵包 旁邊是恰恰脆脆的 我最喜歡這種的 裡面就是 是高麗菜絲 玉米 然後還有沙威馬 它美奈迪 這個好好吃喔 它是我見過 沙威馬麵包烤得最焦的人 超香 這個焦香味 好好吃喔 所以我沒有吃過這樣的沙威馬 我覺得超好吃 它的沙威馬整體其實還不是那種口味很重的 然後可是香味非常好 非常香 我看一直在聞 這個好開胃喔 這沙威馬好好吃 而且重點是 一般如果妳吃到這一樓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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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貝錦 玉米來了 這應該沒有半圈 高麗菜配玉米配美乃滋 妳知道代表什麼嗎 連醬 可是它組合起來卻不連醬 對 因為一般吃到這種 就是想滑水摸魚 喔 我有青菜喔 我健康喔 沒有耶 好吃耶 因為沙威馬呢 它畢竟有醬 所以呢 如果你搭配高麗菜絲的話 它可以解掉那個醬的那種 油膩感和重口味的感覺 它在這中間會取得一個平衡 阿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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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第三家到囉 阿華的 吃苦玉米 老闆老師剛有打電話訂十四隻的那個 這家苦玉米店呢 就是我朋友說它也是花蓮非常老的 而且我朋友 他說他有帶 林志玲來吃過 我們就是要串林志玲的熱度 沒有沒有 我更好奇 是他朋友憑什麼帶林志玲 沒有 因為它是某一個飯店的主廚 就是可能 以前節目的時候就是有認識 這家玉米呢 很特別 它是有分三種玉米 有軟的 硬的 跟Q的 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口感去做挑選 因為像我喜歡咬東西 我喜歡Q的 我就會想說 這個玉米好像有點軟 可是這就給你三種選擇 你覺得很貼心嗎 老闆 三種玉米的品種是不一樣嗎 軟硬Q 比較熟的 比較硬 喔 所以它是同一個玉米 但口感卻差很多 全部都是白玉米嗎 欸 它有貼心 它是剛才是這樣反包欸 反包的欸 所以直接把它出來就可以 然後吃完直接這樣吃進去 我還想說它在包什麼東西 你看它外觀 它不是那種很粗的玉米 它是屬於瘦腸的 然後它每一顆玉米都有醬料 喔 它是偏甜的醬料 它的甜是比較有黏稠的甜 它的玉米呢 有一點點焦焦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這種焦香味的 你會喜歡這家烤玉米 但如果你本身呢 就是不喜歡焦或什麼的話 那我覺得這家烤玉米 你可能會比較適合另外一種 它的底唇有一個炭燒的味道 對 它有一個炭燒的味道 醬雖多 但是它 我覺得它取勝是以它那個焦香味取勝 因為它不是那種很精緻的美食 但是它就像是洋芋片你會舔手指一樣 你吃完就想不需要繼續吃 對 它就會有一種 莫名讓你停不下來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吃螺肉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非常龐大的一群人 對 沒錯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車隊 對 而且你知道車隊的配備都會非常的齊全 我只是吃個螺肉 還有人幫我打光 Oh my god 這什麼高規格的待遇 螺肉的部分 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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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分不清楚 欸 我現在很棒 我朋友說它的螺肉都是很新鮮 然後所以大家去那邊就是必點這個螺肉 而且它螺肉好大顆喔 喔 好脆喔 對啊 好吃欸 因為它已經冷掉了還這麼好吃 那個薑香味很棒 我很喜歡蔥薑蒜 它的口味並不重 因為很多螺肉它不新鮮 試圖用新香料蓋過去 然後你吃到都是那些味道 雖然一開始聞你一樣是啾成塔一樣是香料 但是它其實如果香筆這樣滿清香的 對 而且它的薑香味很香 你今天一直在嗆各地的螺肉或是各地的沙薇嗎 你今天怎樣 大泡嗎 但是花蓮是不知道在爪什麼 覺得很好吃 那是因為有在地人帶路 你知道我每次來花蓮都會常規給你 不是東西不新鮮 是我吃太多 我今天呢 如果這樣吃下來 我個人最喜歡是沙薇嗎 當然 第二名應該是東山鴨頭吧 東山鴨頭也好吃 但我目前心中的第一名就是 今天吃下來花是沙薇嗎 就是這樣子 你第二名不打算什麼 第二名沒有啊 我們都只可以第一名 我們甚至連評分都沒評分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口味不同 口味不一樣 但我特別推薦東山鴨頭 對 東山鴨頭的明顯 剛剛也宣傳說很好吃 因為小白是我的本事 所以 我們會把這段剪掉 好吧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果然就是還是要有在地人帶路呢 那這一趟就是 騎重機出來玩就是也很開心 而且小三也熱邀我們下次騎去高雄找他 對 就是謝謝小三的要求 我們一定會去的 一天 先西瓜 越野車 搬到 對 小三就說 你騎來高雄找我 我帶你去吃高雄美食 就是謝謝小三 謝謝小三 謝謝小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 他哭了 感動都哭 真的這麼好吃 李懿 頻道庄立以來第一次吃到哭 就在今天 笑一講